有渔民在台东大午外海捕获意味长相奇特 龙头虾身的怪鱼 而捕获的渔民以为是捕到了龙王鱼 拿到鱼市场有许多民众都好奇前来观看 不过经过专家的比对后 证实是一种深海罕见的聚集红防湖 而这种鱼类生活在海底 因为外壳很硬没有经济价值 渔民们捉到通常都会丢掉 因此市面上很少见 而渔民会捕获 可能是因为使用拖网才会误捕到他们 目前有渔民在台东的大午外海 捕获了一尾长相奇特的怪鱼 而渔民将这条怪鱼带回渔室 引起一片乐意 不少民众拿起手机进行拍照记录 而这条怪鱼的模样也让人感到害怕 看过这种鱼吗 没有 会不会怕 有点可怕 龙王鱼 这种鱼常见吗 也不是说常见啦 也是很少水深都在三四百米那边 而有渔民就表示这是一条龙王鱼 但经过专家对比后 证实是一种海底罕见的聚集红防浮鱼 据了解这种鱼主要是生活在海底 三百到五百公尺的水下 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以及台湾周边的海域 都是它的栖息地 而这种奇特的鱼种 因为不会游泳 长期都是待在海底 应该是渔民用抵托网才会误补到他们 而专家也说明 虽然这种鱼的体型看起来很大 但可食用的部位并不多 经济价值不高 国内的文献记录也不多 如果渔民误补 基本上都会放回海里 目前国内记录到的第一笔资料 是在2012年在成功外海捕获 2013年在屏东也有相关的记录 而这一次渔民所捕获到 也是台东三隔十年 又再度捕获到这种怪鱼 记者陈吉林 台东综合报导